好了 下一部了 下一部有些沒什麼人看的東西來的 就是已經播了三季動畫的戰國巴沙華 這套東西呢 其實這次我覺得它就很... 因為沒有問題啦 我就沒有玩過原作的第三代 但大家都知道 戰國巴沙華和戰國無雙兩個系列 那無雙那邊戰國無雙就比較根實一點 戰國巴沙華大家都知道 華麗 聖幽 加戀禁麗 但其實很有趣 它第三季的動畫是關羽之戰 關羽之戰 大家很容易聯想到 就是關羽之戰 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 但在戰國巴沙華的世界 石田三成就已經不是一個神文官的角色 因為大家無論看任何的遊戲 或者是史實都好 其實都知道它是一個內陣營的人物 如果包括看日本史實 它打過仗打贏好像只有一場 關羽之戰都是輸的 然後就打了一些很濕 濕濕的很普通的東西 就是一些細小的東西 那跟德川家康是沒有比較的 但戰國巴沙華的世界觀 設定了它是一個比較偏向居合的刀手 所以很初段的部分 打贏了其中一個男主角 伊達正宗 導成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 伊達要報仇 於是就騎著一個德川家康 其實它很多東西都是根據戰國巴沙華的設定 但它又很巧合地 其實Key的挺漂亮的 Key的有些是跟史實有關的背景 還有一些最終的結局 當然除了你最後的幻想戰之外 但大部分東西其實都是符合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可以接受到亂玩歷史之餘 但是它又很莫名其妙地 又會符合歷史正常路徑的走向的話 那就是看得過的 當然它有些東西很奇怪 有些人死了又未死 未死又死了 不知為何那些很奇怪的東西會出現 就是本多高達家庭在那裡 然後德川家庭站著一個人 又不知道他是誰來的 那說說說說到後來你才知道 哦 原來那個就是走請衝刺 最後都不知道他是誰 如果大家不看CV表 因為是整套東西 12集完全好像都沒有叫過這個人的名字 只知道他叫做Revolution 之後變成了 那很多類似的東西 那看回不同的星優緊 其實這次就略略是差過以前 即是沒有那個玩得那麼誇張 那個內容性或是那個計謀方面會有多一點的 那當然啦 你說明 它其實很像初代那個做法 初代最後的做法就是大家一起打大魔王 大家都是打這個職前信長 那它中部分都有類似的東西去做 那當然啦 事實上 它詳細是怎樣大家可以自己看 但是如果你說 以對比光榮那套戰局無雙做出來 的話 對比這個 那我那套沒有被看的 但是應該就覺得 還是這套會比較好看的 因為始終 他本身有他自己的設定之餘 也都會有回事實的感覺 混合到來 當然啦 事實就當然不會人肉大炮 那兩隻東西在天洞裡打的啦 那那些就領袖別論啦 但整體表現是 不會比過往的預期的 那反而相反 它的多線融合是不錯 那另外最後要提一提 就是 就是手E-D啦 又是石川智晶啦 那非常好的 那大家可以再看看啦 好 下一套 再次 唇